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张阿姨说窩筍是抗癌之丸 应该要多吃一点 张阿姨如今65岁 平时热衷于养生 也是喜欢看一些养生的书籍或者视频 前一段时间在看手机时 发现有专家提到窩筍有强大的抗癌作用 经常吃窩筍能够预防癌症 张阿姨看到窩筍具有防癌作用 所以每日都会坚持吃窩筍 刚开始吃凉拌窩筍 但时间一久觉得窩筍不好吃了 无奈之下变着花样来制作 有关于窩筍的食物 比如说窩筍炒木耳 窩筍炒肉等等 张阿姨的老伴开始对她有意见 为什么天天吃窩筍呢 就不能换个蔬菜吃吗 所以张阿姨告诉老伴 吃窩筍能够预防癌症 窩筍不就是普通的蔬菜吗 说她抗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张阿姨打开手机给老伴看 科普兰有关于窩筍抗癌的知识 那么事实是真的如此吗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窩筍是抗癌霸王 能杀死癌细胞缓解化疗副作用 真相是如此吗 窩筍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其中包含有益的营养素和抗氧化合物 对健康有益 窩筍中含有一些可能对抗癌症有益的成分 例如 第一 抗氧化剂 窩筍富含维生素C和β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可以帮助阻止自由基的损伤 减少细胞的氧化应激 从而可以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 第二 膳食纤维 窩筍富含膳食纤维 如果胶和半纤维素 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健康 降低结肠癌和其他消化系统癌症的风险 第三 磁激素受体调节物质 窩筍中的化学物质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的磁激素 受体调节活性 这些物质可能有助于调控磁激素水平 可能与乳腺癌的风险有关 窩筍富含维生素C、维生素K、叶酸、纤维和其他的营养物质 这些都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须的 蔬菜的摄入与癌症预防有关 这可能是因为蔬菜中的抗氧化物质 可以减少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 从而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 然而 单个食物并不能够解决复杂的疾病问题 包括癌症 在癌症的预防和治疗中 综合饮食 健康生活方式和医疗干预才是更有效的方法 总结一下 莴笋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对于健康有益 虽然蔬菜摄入与癌症的预防有一定的关联 但单独的莴笋 并不能直接抗癌 杀死癌细胞 同样的 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莴笋可以缓解化疗副作用 因此 在面对癌症时 应该依靠科学医学方法来治疗和管理 虽然莴笋不能抗癌 常吃莴笋可以带来以下这几个好处 第一 可以提供 丰富的营养 莴笋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A 维生素K和液酸 等多种维生素 以及甲 钙 铭 磷 等矿物质 这些营养物质对于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正常的生物功能非常重要 第二 促进消化系统健康 莴笋富含上石纤维 可以促进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 预防便秘和其他消化作用 第三 改善心血管健康 莴笋的甲 有助于调节血压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四 帮助维持健康体重 莴笋是一种低热量的食物 而且富含上石纤维 可以提供饱腹感 并减少摄入的热量 有助于控制体重 第五 促进身体排毒 莴笋富含水分和纤维 有助于促进尿液和粪便的排泄 从而帮助清理体内的废物和毒素 总之 莴笋是一种营养丰富又低卡的蔬菜 经常使用有助于维持健康 并提供了多种营养物质 帮助改善多个方面的身体功能 医生提醒远离癌症 三级预防才是根本 预防癌症的最佳方法是采取一系列的健康生活方式和预防措施 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预防癌症的建议 第一 均衡饮食 摄取丰富的水果 蔬菜 全果物 健康蛋白质来源 如鱼 坚果 豆类 和低脂的乳制品 减少加工食品 红肉和饱和脂肪的摄入 第二 控制体重 维持适当的体重范围 避免肥胖 肥胖与多种癌症 如结肠癌 乳腺癌 和子宫内膜癌 的风险增加有关 第三 不吸烟 戒烟是预防癌症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包括肺癌 口腔癌 食管癌 膨胱癌 等多种癌症 与吸烟都有关系 第四 避免过度饮酒 过度饮酒与多种癌症 如口腔 食道 肝脏 乳腺 和结肠癌的风险增加有关 建议女性每日饮酒量 不要超过一个标准饮品单位 男性不要超过两个 第五 阳光保护 在户外活动时 保护皮肤 免受过度质外线的照射 使用防晒酸 遮阳帽 遮阳散 等等 第六 接种疫苗 接种人乳头流病毒 HPV疫苗 可预防肛颈癌 和其他相关癌症 接种肝炎疫苗 有助于预防肝癌 第七 避免有毒环境 尽量减少接触致癌物质 如二手烟 有害化学物 和环境污染物 第八 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体检 包括癌症筛查 如乳腺癌 宫颈癌 结肠癌 前列腺癌等等 可以早期发现 和治疗潜在的癌症 虽然这些措施 可以帮助降低 癌症发生的风险 但并不能够 完全预防癌症 如果有家族史 或其他风险因素 最好要咨询医生 了解更个体化的 预防建议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 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您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